唐太宗年间 有一回 洛阳城搞了一次庙会 那一天 街上熙熙攘攘 好不热闹 中午时分 突然不远处人声喧哗 还传来一阵阵呼救声 据说是几间铺子着火了 官府的人很快赶来 抓了六个纵火的 被抓的六人中 一个是屠户 一个庄稼人 一个书生 一个小货郎 一个江湖郎中 还有个茶商 六人被关到牢房里 都害怕不已 只有那书生一脸正气 虽然文质彬彬的 脸上却没有一丝巨异 当天晚上 一个长得凶巴巴的官差 来到牢房前 把六份饭递到里面 饭菜非常丰盛 有鱼有肉 还有酒呢 这倒是奇怪了 牢房里哪有吃得这么好的 牢房的日子这么好过 大家都来吃官司了 那个茶商见过世面 他一瞅 眉头凝成疙瘩 问官差 官爷 不对啊 给我们的饭是怎么这般丰盛 外面的官差一撇嘴 鼻子里哼了一声 为什么饭菜这么丰盛 因为这是断头饭 你们马上要被处斩了 这话一出 众人全都吓坏了 腿发软 眼发晕 还有人尿了裤子 可死到临头 还有傻法子 等官差走了 众人想到要死也不当饿死鬼 只得含着泪 把饭菜扒拉到碗里 一边哭 一边吃 过了一会儿 那个官差又来了 表情很是怪异 他走到牢房前说 一二三四五六 你们一共六人 金兆尹大人说 六这个数太顺 你们结成半道阎王那里 可能会闹事 思来想去 大人说要杀五个 留一个 六人听了 面面相去 留一个 真的会有一个幸运的人活下来 这念头一起 几个人立刻拥到那官差面前 争相求起情来 每人说了一大堆 自己应该活下来的理由 只有那书生面色坦然 什么都没说 没半点怯色 官差听了 没理他们 一摆手 两个狱卒抬来一张小桌子 上面放了一叠一尺剑方的白纸 一把毛笔 还有沿好的墨水 几个人正面面相去 官差干咳了两声 说你们六人 把你们中间最应该死的人写在纸上 字写大一点 一张只写一个 每轮中谁的名字出现最多 就杀谁 六人里面杀掉五人 剩下的就是那个命最硬的人 他可以不死 官差说着 又按照牢房里的规矩 分别给六人起了一个阎王沟魂名 屠户叫钱盛 庄稼人叫赵官 货郎叫陈夏秋 书生叫盖挺华 郎中叫孙世和 茶商叫周真天 名字取好 官差让大伙想想 酝酿酝酿 该写谁就写谁 这一下牢房里可炸了锅 每人都游说其他人别写自己的名字 茶商说如果他最后幸存 他家里有的是钱 一定善待其他五家的家眷 屠户说 他如果活下来 就可以天天给其他五家供送猪肉羊肉 众人又是祈求 又是谩骂 人之喜怒哀乐 七情六欲 全都写在脸上 出在口中 书生起先不愿写 说这是不仁不义 官差冷笑着说 你要是不写 无法把那个可以免死的人确定下来 那六个人就得全死 书生想了想 只得也写 于是六个人拿了纸笔 各自躲着 远离别人 纷纷动笔 第一轮 六人各交了一个名字上去 交完后 除了书生 各个面如土色 浑身颤抖不停 不知灾祸降到谁的头上 官差把六张白纸一一看了 每看一张就瞅瞅六人 目光如利剑 落在谁的身上 谁就心惊肉跳 看完后 他一拍桌子 喝到结果出来了 名字最多的是钱盛 钱盛就是那个屠户 屠户虽然吓得面色煞白 但他毕竟平时白刀紫禁 红刀紫出 胆子自然比别人大些 他顿时大骂起来 凭啥选我 我做屠户这些年 老人买肉半价 残疾人买肉不要钱 我是个好人 你们好坏不分 良友不便 我到阎王那里等着你们 你们过来 我就一刀捅死你们 屠户嘴里嚷嚷着 可牙异人多 七手八脚就把屠户压了出去 紧接着 隔壁牢房里传来咔嚓一声响 那分明就是刀子 砍在肉身上的声音 以后就没了动静 看样子自然是伸手易触 一命呜呼了 第二轮 官差看了看交上来的五个名字 大声喊道 第二人是孙世和 拉出去砍了 孙世和就是那个郎中 郎中随即也被压了出去 片刻后 隔壁又传来咔嚓一声 郎中也命丧黄泉了 第三轮杀的是赵官 就是那个庄稼汉 第四轮被砍的是货郎陈夏秋 官差正要喊第五个人的名字 突然 查商说道 官爷 我看这是有点蹊跷 按理说 每次被砍头的必定是得票最多的那人 我第一次交上去的名字是赵官 你砍的是屠户前圣 我第二次交的名字是陈夏秋 你砍的是郎中孙世和 如此看来 被砍头的 好像未必是得票最多的 我想 其他人或许会有和我相同的疑虑吧 官差听罢 十分恼怒 牙根子咬得咯吱咯吱响 你啰嗦什么 要你死你就得死 不死也得死 来人 把周真天砍了 周真天就是那查商 查商一拖出去 五人就全都毕命了 虽然这过程着实蹊跷 但书生好歹是最后的幸存者了 他皱皱眉头 感慨地说 没想到我却能活着出去 官差的三角眼朝书生瞟了一下 哈哈大笑 你想出去 本来嘛 我们是想杀五人的 可后来一想 万一放出去的那人把滥杀五人的事说出去 怎么办 书生气坏了 怒声喝道 其实你们根本就没想让一人活命 你们这些魂人 不想查案子就杀人 杀人也就罢了 还拿人取乐 大丈夫做不改名 力不改姓 我不叫什么盖挺华 我叫吴东芝 说着 书生大笔一挥 运笔如飞 在纸上写下吴东芝三个字 他想自己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 于是脖子一横 来吧 砍头吧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官差看了看吴东芝三个字 又瞟一眼书生 说 什么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哈哈 你二十年后必定是个老头 来人 把他们都放了 官差吆喝一声 大手一挥 从隔壁牢房里走出五个人来 他们正是刚才被砍头的货狼 庄稼汉 屠户 茶商和郎中 其实 刚才那一声声咔嚓 砍的是一只羊 挤刀下去 羊早就被砍成几大块了 官差叫人支起一个大锅 烤起了羊肉 他说 各位受惊了 这羊肉是给你们压惊的 这也不能怪我 我也是奉命行事 说吧 官差把浇上来的那些纸细心挑剪了一番 他只剪出书生吴东芝在五轮中写的那些字 一边看一边说 真是好字 利透纸背 苍尽有力 可惜写字的人脖子太硬 想求个字难于上青天 这下好了 字全了 茶商问道 我们都写了很多字 你怎么只把吴东芝的字挑出来 官差哈哈大笑 你还好意思问 你们写的字都跟狗爬的一样 难看极了 谁要你们的字 官差说着 把吴东芝写的那些字排成一行 大声念叨 真冠圣是天下和吴东芝 原来 唐太宗酷爱字画 知道吴东芝书法了得 可派去求字的人都碰壁而归 要想让这个倔强的书生写一句赞美的话 简直是难上加难 皇帝不开心 身边的人急了 思来想去 于是就想出个火灾砍人的法子 给几个人取了特定的名字 里面含有太宗皇帝想要的那几个字 而真冠正是当时的年号 到了这时 众人才明白怎么回事 图户咧着嘴笑了 俺说呢 俺又不叫前圣 原来你只是想要个圣字 吴东芝自然也全明白了 怪不得他们每次砍的都是他写下名字的人 他恨恨地说 为一句美颜不息纵火涂炭百姓 何等昏庸 官差走上前来 笑嘻嘻地说 吴先生 这您可就误会了 您不知道 我们纵火是假 求字是真啊 官差拍拍手 走进来几个满脸全抹着炭灰的狱卒 官差说 瞧瞧 你们在庙会上看到的浓烟滚滚 其实就是他们在灶头里删出来的 要不动点脑筋 哪能请得动您的大驾呢 一屋子人听了 嘟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羊肉也熟了